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友情也感染了不少的圈内人 不但少女时代曾为他们发文 就连最近因离婚风波鲜少露面的宋慧桥 也忍不住在李珍和李孝丽合照的印识下留言 真的好棒 实际上宋慧桥和玉珠穴李珍有着超过20年的感情 从高一认识至今 当时宋慧桥大婚 李珍还特地的飞回韩国参加仪式 关系不必赘述 尽管如今宋慧桥和宋忠基已经分道扬镳 但好友们还是守护在桥妹身边 希望她能够早日收获新的幸福 8月19号宋慧桥的最新写真大片曝光 女神自从离婚后一改往日的清纯可爱的造型 当天一身亮片长裙 搭配黑色细膏跟 和烟熏装酷帅游行 女王范儿十足 也来了不少轰动啊 网友们呢孙孙表示啊 感觉宋慧桥也是急于转换风格 不知道是不是和离婚事件有关 转变预解封之后呢 总是努力尝试大农庄的造型 对于女神画风突变 也有不少不同的意见 不过看得出来啊 宋慧桥颜值还是很抗打的 即使大农庄也能hold住 果然是百变女王了 而且呢还大秀眉腿好身材 瘦了整整一圈的女神 看起来性感火辣 自从离婚后 我们的宋慧桥虽然世界上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但造型上呢 确实画风突变 网友们也表示霸气的造型 颇有种女总裁的即使感 看得出来 女神如今走的都是性感风格 不过呢 对于一向清纯的乔妹来说 还不是很搭调啊 但整体造型来看 女神确实在努力改风格 不少网友呢 表示大概是因为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失望 如今的女神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事业上面 所以为了角色的广泛更广 急于转型画风大变 看得出来啊 这一次的大农妆造型呢 也得到了不少粉丝的认可 继续烟熏妆和农眼线 确实和以往淡雅的状态完全不同 不过对于现在乔妹的新形象呢 还是很期待的了 难道是宋慧桥要转型了 不再做傻白甜女主 也不走清新的阳光路线 要变成大女主路线的女强人风范吗 因为啊 最近除了这款官宣的鞋子广告 宋慧桥本人的印子呢 还更新了一款珠宝的代言 虽然这个珠宝的平面广告 没有采用暗黑眼妆 却在整体造型上都用了干练 职场女性的路线 而且在发型设计上呢 也不再用短发或者直发 更不会把头发扎起来 显得很居家 宋慧桥最近发布的照片里 更多的是蓬松的大波浪卷发 整个人上镜时啊 看起来都有了气势不少 时间往前推荐啊 翻看宋慧桥五个月前的印子更新 那时候还会放一些自己的素颜照 看起来呢 还是那么的活力可爱 难道以后看不到这一面的乔妹了吗 这样的氧气活力少女就要和影迷拜拜了 妆面上的变化像电视剧中 女主角黑化的过程 网友调感离婚后的乔妹黑化后 变成扭护路乔姐 而网友的调坦呢 也不无道理 离婚后的宋慧桥 不仅妆面变得更加酷有个性 连气场呢都变化很大 原本是温柔可然 但现在的她有野性 有妩媚 有生人物尽的高冷感 甚至呢还有一种杀气 全身上下都在说老娘不care 离婚后的宋慧桥黑化的很彻底啊 不仅活动造型爱烟熏 连广告写真啊都跟着黑化了 印象中宋慧桥的个人代言写真 宣传片的写真画风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妆面清淡素颜 妆发的打造重点是简灵清新 整体画风非常轻盈 非常韩式 但她把原本清新素雅的妆面呢 变成了浓重的 烟熏全包眼妆 这个五味上调的烟熏妆啊 让乔妹更显个性和气场 搭配上对的风格穿搭 整体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金属质感的银色西装 加上烟熏妆 性感成熟又个性感十足 像电视剧里嚣张跋扈又美丽的 反派女二号 硬朗皮衣加上烟熏妆呢 也是很契合 裸色的长款皮衣外套成熟优雅 但搭配上球鞋和烟熏之后呢 也算是别有一番风情 但孙回乔这个烟熏妆啊 还是备受争议 网友们各持己见 有人觉得好看很酷 有人觉得呢很奇怪很违和 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啊 好看是因为搭配对的服装 不好看是因为乔妹的这个妆容不够完整 黑化不够彻底 宋回乔的这个烟熏妆呢 重点只强调了眼睛 但其他妆面细节呢 还是保留了韩式的清新风格 清新的底妆加过于浓烈的烟熏眼妆 就显得很突兀 很奇怪啊 还有一种眼睛无神 顺眼轻松感 因为这个眼妆太突兀 所以有几组照片呢 就让乔妹看起来像素最后一阵 眼妆蕴染加黑眼圈的叠加 而不是气场强大要黑化 雪纺衬衫和威拉裤 无论是材质还是风格配色 都相当的温柔 搭配上烟熏妆和乔妹的冷酷脸之后呢 像一个在职场受了委屈 正在宿醉的一位失意白领 裸色真植 白色 中长散裙 蝴蝶肌底跟小单鞋 这搭配啊 让乔妹像那种富豪家族里的 那种贤良舒德的居家美丽太太 但搭配上烟熏妆之后呢 也是稍微显得有些违和 像是一夜没睡 很是疲惫 用一种烟熏妆去刻意的强调气场变化 其实显得有些用力 这种做法呢 就像电视剧里黑化 壁涂深色口红烟熏妆一样 显得过分的肤浅刻意了 对于离婚后气场眼神 本身就有变化的宋慧桥来说 其实稍稍改变一些妆容细节就好 其实普通人遭遇离婚的打击状态呢 都会受影响 何况是美光灯下的明星呢 六月末 宋慧桥和宗主杰离婚的劲爆新闻 引爆了整个互联网 虽然是两位韩国艺人的家世啊 但因为两人在中国都有相当数量的粉丝 所以在中国的关注度呢 甚至超过韩国本土 从太阳的后裔结缘 到2017年举续瞩目的盛大婚礼 再到2019年6月宣布离婚 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对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明星夫妇 就把爱情的残酷展现在世人面前 网友纷纷表示了 再也不相信爱情 因为两人在中国的粉丝数量都相当庞大 在两人离婚原因没有公布之前 两方的粉丝便展开了激烈的网络对骂 男方的粉丝认为 女方刁蛮任性 不想要孩子 女方的粉丝则认为 男方是在利用宋慧桥的知名度刻意炒作 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 吵到不可开交 有相当一部分接近的网友 跑到宋慧桥的社交账号下面留言 或骂他不守负导 或骂他性格乖张 有的甚至开始人生攻击 对他恶语相向 本就受离婚各种琐事烦心的宋慧桥 每天一登录到社交账号呢 就看到许多人在骂他 心情更加糟糕了 他甚至一度精神衰弱 也不能眠 没办法 他只好关闭了社交账号的评论 不有勇气再去看那些 对自己的恶意揣测 可以想象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 如潮水般涌来时 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弱小 如同草剂一般 没有任何的抵抗的能力 网络是一阵风 风可以送花香于千里之外 也可以羊 沙尘 污人 口鼻 而一个没有能力去解释的人 面对这些网络沙尘暴 所能做的只能是去逃避 将自己包在封闭的牢笼之中 况且满屏的恶毒评论 仿佛天降狂杀滚滚而来 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埋没 透过屏幕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 无数怒火中烧的面孔 飞舞着手指如利剑一般 想要替法律或道德化身正义 做一个地下行刑者 真正伤害人心的不是刀子 而是比刀子更厉害的东西 语言伤人的成本更低 许多人自然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就可以肆意挥舞正义之边 殊不知一时的口舌之快 与别人不输于穿心利剑 古人常说人言可畏 当下家世顺转天下之 人言又奇之可畏 人言已成为了不怀好艺人的武器 他们煽风点火左右舆论 在火热的网络氛围下 人们都变得攻击性十足 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摇旗呐喊 一个个键盘化身一个个古代科型钉板 被攻击的一方如智身于钉板之上 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终于他倒下了 于是大家坐鸟兽散 寻找下一场狂欢